那么这一讲啊 讲一下大都会博物馆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世界上啊 世界的新闻媒体啊 曾经评出过世界四大博物馆 第一 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第二 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第三 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 俗称东宫 第四 是美国纽约的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 这里没中国的故宫 听着有点不得提气 外国人小气了 不把我们平进去 大英博物馆成立于最早啊 1753年 距今260多年了 1759年就向公众开放了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 拥有的藏品呢 800多万件 收集了英国 本国的 以及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希腊 古鲁马 古印度 古中国等古老国家的文物 进去以后琳琅满目 卢浮宫 始建于1204年 但当时呢 它是法国的王公 这不能算博物馆 到1793年 布大英博物馆的后尘 卢浮宫正式向外开放 成为一个博物馆 拥有的艺术收藏品 40万件以上 包括雕塑绘画 这个美术 公益 以及古代东方 古希腊 古埃及 古罗马等六个门类 其中最著名的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蒙娜丽莎 圣丽女神 还有那个维纳斯 这是卢浮宫三节 中国旅游团 近天大部分人就看这三样 阿尔米塔石博物馆 最早是俄国女皇 叶卡杰琳纳二世的 私人公比 1764年 叶卡杰琳纳二世 从柏林构进了 250幅绘画 放在东宫新建的 这个侧翼叫阿尔米塔石 意为幽居之宫 就是别人不能看的 阿尔米塔石 原来只是东宫的一小部分 十月革命以后 整个东宫就归了 阿尔米塔石博物馆 所以我们今天俗称它 东宫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设八个部门 原始文化部 古希腊 罗马世界部 东方文化 这个俄罗斯文化 前臂 西欧艺术部 科学教育部和修复保管部 总共呢 有270万件藏品 第四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大都会博物馆 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讲前面的 不是就讲这一个 这是个系列 那四大博物馆里呢 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 都是专门为陈设艺术藏品建造起来的博物馆 而卢浮宫呢和东宫呢 是遗留下来的皇宫 那咱们的故宫呢也是遗留下来的皇宫 这个博物馆的性质不同 大英大都会啊 就是专门为博物馆而建造的博物馆 而剩下的呢都是继承了别人的遗存 世界排名的这个大博物馆里 外国人为什么不选我们故宫呢 这让我们听着不愤呢 不高兴啊 因为呢 我们故宫的这个藏品呢 主要都是我们自己的藏品 即便有些海外的藏品啊 也是海外通过这个贸易商品交流 和使节纳贡获得的 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 世界四大博物馆 展现的是世界文明的文化 而我们的故宫呢 展现的绝大部分是我们自己的文化 站在西方人的角度 或者说站在全球的角度呢 故宫显得就狭隘一点 所以西方排名四大博物馆里 把故宫排除在外 我们自个儿一说呢 就是五大博物馆 人家不给平 咱自个儿平 加上故宫 但是我们很希望啊 我们国力现在强了 对吧 国家有钱了 我们也有意识了 希望将来我们国家能够购买一些 或者说大量购买一些西方的艺术 或者说世界的艺术 让中国人呢 都开阔眼界 我相信这一天早晚能够达到 但世界啊 四大博物馆中呢 大都会的建设呢 它完全不同于其他 它可以追溯到呢 很早 大概150年前 1866年7月4号 在巴黎的一次午餐上 那么美国的这个首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这个孙子啊 他著名的这个律师啊 他这个人叫约翰 结一宣布美国需要有自己的博物馆 当时在场的一批美国同胞呢 誓言要为此共同努力 那么从这开始呢 1870年 就是一群由银行家呀 商人呀 艺术家呀 一块建立起来一个 就是发表了一个倡议 一块要建立大都会博物馆 那么大都会建管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鼓励和发展艺术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应用 为了推动艺术的通识教育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这种教育啊 就是我经常提倡的这种通识教育 你应该了解你的国家 了解你的文化 了解你的艺术 甚至了解你的文物 所以为大众就提供相应的指导 那么大都会博物馆就在美国第五大道的681号啊 就开始盖了一个大楼向社会公开开放 然后呢 同年的11月20号 博物馆获得了他第一件藏品 是罗马的石棺 到了1880年的这个年初三月份 博物馆呢就从道格拉斯大厦直接就搬到了今天的这个地址 位于第五大道和82街的这个县址向公共开放了 大都会的主要藏品有什么呢 多了去了啊 它的非洲大洋洲美洲 古代近东艺术亚洲艺术啊 服饰绘画印刷等等 它时间跨度非常大 你比如说欧洲的啊 这个雕塑啊 这个跨度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 它都有古罗马的 古希腊的 伊斯兰的 中世纪的 现代的 当代的乐器 素描图片 照片等等 应有尽有 它东西非常的多 比如啊 它有两万六千件古埃及的藏品 它是除了这个开罗之外 古埃及浴士品 收藏最多的场所 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去埃及 去开罗看的话 你到大都会基本上就够看了 博物馆它现在藏的欧洲绘画有多少呢 有两千五百件 是世界范围内收藏此类作品 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今天啊 你去大都会去看啊 它数以万计 我们也没统计过展品呢 那展出面积巨大 至少有十万平米了 这个各个展厅你走不过来 你把腿都走细了 你也走不过来 大都会博物馆有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非官方的吉祥物 叫蓝陶河马 这东西长得奔萌 是古埃及河马型的一个陶塑 它是大都会的一个藏品 是它的一个董事的捐献 这个小蓝河马呢 是在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 具体可以这个追溯到呢 公元前 1961就两千年前 那就距今四千年前 大概是这个时间 那么四千年前 你看它那个雕塑啊 非常的准确 而且呢 颜色非常可爱 所以就成为了它一个 很萌的一个吉祥物 这个早在1931年的时候呢 一个来自英国的作家 拜访大都会后 就把这个小蓝河马的这个海报 当时他做了海报呢 就带回家 一带回家呢 孩子们就很喜欢他 给他起名叫威廉 英国人起名 不叫威廉都不会起名 所以这个 这个作家就管这个河马 叫威廉 这个威廉的故事 后来居然在英国就传播开了 传播开了以后呢 这个博馆就借势出了一本书 这书就叫威廉和他的朋友们 这儿童书 威廉呢 就逐渐成为了玩偶百件 出现在大都会 纪念品的各个角落 所以我们啊 官府博馆 马上就要推出一特蒙的吉祥物啊 要各在各个角落里 那么我第一次去大都会的时候呢 才知道大都会实行的是叫建议票价 那么什么叫建议票价呢 比如今天25块钱美金啊 你给24块钱美金也能进去 您给20块美金也能进去 您给10块钱给5块钱 乃至您给1块钱美金也可以进去 你说我没钱 我就想看这艺术啊 我就喜欢艺术 您不给钱也能进去 这就叫建议票价 他的建议票价 是买你对自我的一个尊重 买你对文化的一个尊重 25美金啊 25美金按照今天的这个 人民币的比例 274 5735 175块钱啊 听着也不是特便宜啊 那么大部分人都会交这个钱 买自己的文化尊严啊 那么我第一次去大都会啊 买完票以后呢 胸盘 给个小胸盘 别的胸盘胸上啊 就进去了 别上这个小胸盘以后管一天 这一天您出去吃饭啊 会个朋友 您回来接着看 没有问题 所以这盘呢 一天一个颜色 那你非说我里边一是这色的 我下里边一再来 那就凭自觉了 反正人是建议 条件 那么我去大都会呢 这个感受啊 首先是我要看中国文化 为什么要看中国文化呢 很简单 我们熟 因为熟就亲 所以一看到中国文物就非常亲 所以对我来说呢 到大都会的直接目的 就是我看大都会博物馆 究竟收藏了中国多少东西 我第一次去啊 第一个感受 就是一进门 二层回廊啊 上面周圈是中国陶瓷的赶尘 基本上是中国陶瓷简史啊 你要喜欢陶瓷的人 转这一圈就心满意足 这个位置非常好 当时我还挺吃惊 我觉得大都会对我们不错 把我们的陶瓷呢 就搁在这入门一进口的二层上 很方便的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今天可以喝咖啡 去喝喝茶 休息一下都行 再有一个感受呢 就是我一进他那大厅啊 他有一个中国展馆的大厅呢 那是广圣寺壁画 这个比较壮观 这个广圣寺啊 他这个寺院呢 这个东汉时期就有了啊 这个东汉时期建合元年 公元147年 他后来多次焚毁 中国的这个古建筑 您都不要问啊 因为他都是木制架构啊 很容易着火 一个雷劈着了火就重新建 那么他历史上 焚毁重建多少次 我也闹不清楚 反正现在剩下的 这是元代建筑 那么这个元代的 钥匙晶变这个壁画呢 当年就在这个陕西 鸿铜县广盛寺的 这个夏寺大殿的山墙上 就在这山墙上 上世纪二十年代啊 这个军阀混战 我们都知道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这广圣寺呢 就破赖不堪 这庙里这和尚呢 就无钱修庙 他不仅无钱修庙 他还无钱吃饭 那么1929年的时候呢 就当地的县长就批准了 说这个 这庙里的几个主持啊 就和几个乡绅就 就商量 就说 咱得卖东西了 不卖东西咱活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突然有人要买这壁画 这壁画很难买 我告诉你 这壁画啊 比什么都难买 为什么 它贴墙上 你起下来 稍不注意 它散了 它就没价值了 那么这些人就折腾来 折腾去啊 就以1600个大洋 银元将这个 钥匙晶变的壁画呢 就卖给俩美国人 所得的款项干嘛呢 他们当时说是 用于了 维修这大庙 他到底修没修这庙 咱就拨到了 那这壁画呢 当年就辗转啊 就来到了美国 被美国谁收购了呢 这事有点神啊 就是他被以美国牙医收购了 但这壁画忒大呀 在家里没法割 也没法展现呢 1964年的时候 这牙医就以他母亲的名义 将这个大壁画啊 就捐给了大都会 这幅壁画呢 现在就在大都会博物馆 中国区最显眼的位置上 有多大呢 这通道有十米 至少我也不知道 什么十米都不止 可能十二米 就你人一进去 非常的渺小 那里头有几个 可以坐的地儿 你坐在那个地方 去照一张像 如果你想把这个壁画 照全了 你人就剩那么一点了 非常的壮观 一去第一震撼 这么好的位置 很大的空间 因为他没有空间 不能展示 所以我也想那牙医啊 他真的看不成 他买了也看不成 当年怎么把这个壁画 再重新长到这墙上 那费了天大的劲 今天只要去大都会博物馆参观 只要看到这幅画的人 我想没有一个人 不再换成刘影 我们今天刘影很方便 拿个手机一站 手机的这个屏幕也大 一照下来 你就有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是什么呢 跟美国那个文化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化 居然展现在美国 最著名的博物馆里 那么他这个博物馆里 除了这个壁画以后 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今天美国人 西方人去参观 也要看的地方 就是苏州园林的一个明宣 明宣呢 是完全按照苏州园林去造的 是在管中管 他不是露天的 他是在大都会博物馆的 二楼的北厅 他是按照中国苏州网诗园 网诗园非常有名 当年张大千张扇子都那边住过 网诗园里的殿春仪的庭院 制造的 什么叫仪啊 这仪这个字平时我们生活中也不用 就是一个竹子头 一个移动的仪 就是小房子 应该是拿竹子盖的 这很小的房子 他完全把这个石井啊 包括月亮门啊 曲狼啊 山石啊 竹石啊 花草 鱼池等等 完全按照古典园林的这个特色 照着石井给我搬过去 当时苏州园林啊 美国人专门来的 到苏州找我们最好的工人 最好的工人 把这个 网诗园 这一个小井给我搬过去 搬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里 那么我们苏州园林的 这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叫一步换井 只要你跨一步 这井就不一样 再走两步 井又不一样 它不讲究对称 你看那个 欧洲园林 这讲究对称 一进去寡然无味 一看就是一个规矩的 一个图案而已 中国人讲究 就是置天然井 为人工井 就是你这人工造出来的井 跟天然一样 只不过是浓缩的 你比如树吧 你去看园林 园林的树都不能直 是吧 这是讲究 歪薄树 七拧八歪的树 越歪着这树 越有价值 树一直就没有味道了 树一直就是圣诞树 你看一到圣诞节 这个西方大街小巷 都是圣诞树 一根通 往天上一桶 一棵 柏树还是松树 柏树 柏树往上一桶 没有味道 中国人就讲 我这得有味道 当年 这个 这个 做明轩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碑记 这个碑记上面就写着 大都会博物馆 衷心感谢 中国苏州园林局的能工巧匠 他们高超的技术 构成了本源不可缺少的部分 你看 他对我们的工人的这个工作 这个劳动是认可的 对我们的艺术呢 是认可的 你知道 就前些年 大概三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 中国的文化正是 我们改革开放 刚开始 我们有很多东西 被西方人 能够有机会 往回买 你比如美国的 还有一个博物馆 叫迪美博物馆 他这个 完全买了一个 安徽的 就是民居 花了很少的一点钱 当时我记得是 花了三万美金 就把这民居买了 经过文物局批准 一个大约是 道光年间的一个民居 叫殷余堂 他把每一块砖 每一块瓦 每一个木料都编成号 拍成 那时候还是摄像机呢 拍成片子 最后给挪到 美国的迪美博物馆 给原封的建号 包括那个 木板上那些贴的那些纸 都是一看 就是中国的 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条数上 还插着一个儿童鞋 你在迪美博物馆 进去的时候 一看到这间屋子 恍如隔世 立刻就回到安徽 当年 三万块钱买的这房 盖和运输 整个做下来 六百万美金 二百倍 让中国人觉得 这事有点不可思议 说着买这东西 没多少钱 怎么盖 这么贵啊 就因为当时 能不让中国人动手的 就不让中国人动手 美国有劳工保护 美国人最横的 就是那工会 就是 如果你中国人 抢了美国人的工作饭碗 是肯定不行的 你中国人来这做的活 一定是美国人不能做的 当时你到 你现在要到殷余堂去看 一气就是一个大白墙 码头墙 大白墙 不是白 当时 美国人说 你这不就气一白墙吗 我们也能来 美国人就开始掉馅 弄这白墙 弄完以后 中国人一看 说这不行啊 说你这气的这墙 不是中国味 什么叫不是中国味呢 中国人气的这白墙 不是绝对的平的 是总体感觉你这很平 但你要侧着面啊 从侧面90度 掉着线来看 他这东西不怎么平 美国人可以做的 跟镜面一样平 但这味道就没了 中国人喜欢啊 乱中求规律 叫乱石铺街 你看 我们到处都有那种乱石铺街 铺一条小路 用路碎石都铺的 比如正板桥的字 就有乱石铺街之域 这是一种美域 中国人就每个个体 都不太规矩 但是遵循某一个原则 这是中国人喜欢的事 美国人呢 就是把规矩做成规矩 后来这事没辙了 美国人只好交给中国人 那这个费用就上去了 那么大都会博物馆啊 那么他除了感谢 我们现代的苏州园林的 这个手艺以外 他在另一块碑上呢 还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这个文字很有意思 他说呢 这座明代学者 隐居的园林和书房 从构想到实现 归功于布鲁克 阿斯特夫人 长期以来的慷慨的捐助 阿斯特夫人早年 曾经在中国呢 生活过数年 你看他就有情感 他对中国文化呢 就是充满感情 所以他当时 回到美国以后呢 他是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 也是远东艺术部的 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所以他就提出了 在大都会建立中国园林的设想 你看文化就是这样 文化的能量呢 就是能影响对文化一无所知的人 那阿斯特夫人呢 他掌管的这个基金呢 就叫文森特阿斯特基金 所以他就为这个提供这个园林 就建设提供费用 这个费用呢巨大啊 所以博物馆在亚洲部呢 就画出了一个40×59英尺的场地 听着不是很大 其实挺大一块地 建立了这个中国园林 77年的时候呢 他们远东部的主任 改革开放还没开始 七八年才开始嘛 就跑到这个中国来 他来了以后 就找上海同济大学 最著名的园林专家 陈从周教授呢 就到苏州考察 我们现在要看很多园林的书 都是陈教授的这个著作 那么他就根据大都会的实际情况 结合苏州园林的特点 选了这个 这个网石园的这个位置 79年底呢 这个一共啊 他这个建这个过程非常复杂 他把193箱构建 就在中国都做好 然后运过去 漂洋过海运过去了 就开始呢 把中国的专家和工匠 抵达大都会 就开始去做 1981年初的时候呢 这个苏州园林就正式向外开放了 我们今天啊 如果有机会 去大都会博物馆 站在明宣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这几个人 所有为此工作的人 很多人都长眠于地下了 那么你去大都会博物馆 除了这些大场景 很重要的是 你要看一些这个文物啊 比如大都会非常有名的一件文物 就是唐代的甘期家住佛 这尊家住佛呢 有大约1400年的历史 它是七世纪初啊 唐朝的 它是甘期家住工艺做的作佛 这个造像呢 非常生动细腻啊 就是你盯着他看 你觉得他是真人啊 这种感受非常强烈 那么他当时日本的最著名的 这个古董商人啊 山中定次郎 就山中商会啊 在上个世纪初 在北京这个就建立了支店 然后呢 收购这个中国文物啊 就中国古董 那时候就叫古董 1917年的一天 那到此正好100年了 100年前的啊 这个一天呢 有一个古董商 就带了四尊佛像 这个山中定次郎啊 他不是等闲之辈 他对中国文化非常熟 一看这佛像就知道 这个是宝贝 尤其知道这种 甘期家住的古老工艺 这山中呢 就说这甘期家住 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事 所以毫不犹豫 就花钱买了 那么山中 把这些佛像运到美国以后呢 就留下了一尊 其他三尊呢 就在美国纽约分店开始出售 引起美国各大博物馆的关注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呢 很快就高价买了其中一尊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 这尊 这个甘期家住的做佛呢 就是当年高价购入的珍宝 我们为什么看到的佛都是 石佛呀 木佛呀 很少看到家住佛呢 是因为家住佛在唐代的时候啊 他为了做佛式游接方便 你想我们做佛式游接 你扛一大石头佛 你来多少人都扛不动啊 但这石佛呢 又需要一定的体谅感 这种体谅感就是在这个做佛式游行的时候呢 能够给人一个庄严肃穆的感觉 所以要做的比较大 大了以后呢 你就是做一目佛也扛不动 所以只能做这种家住佛 家住佛非常的轻 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干漆家住是个怎么个工艺啊 这个干漆家住啊 其实它是先要做好一个胎 这个胎呢 一定是可逆转的 什么叫可逆转呢 你拿泥不做一个胎就可逆转 你拿水泥做一个胎 它就不能逆转 逆转就是浴水能化 它先要做一个木架 木架上面有泥胎 泥胎以后呢 然后披麻 披麻以后呢 刷漆 等干了以后呢 把这个里头的胎全部取出 它就形成一个空壳 然后再休息 所以它既叫家住又叫脱胎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今天啊 我们有机会如果去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一定要看看这个家住佛 这个家住佛呢 两个手今天是不在的 所以它形成一个空洞 这个空洞正好你能看清楚它的结构 到了大都会博物馆啊 除了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文物啊 有时候它有些 你不太注意的小的文物非常重要 比如有一个这个寒干的著名的绘画赵叶白图 它不是长年展出 每年展很短的时间 赵叶白呢 是唐玄宗的爱马 你知道 昭陵六郡啊 是唐太宗的 那是两回事 这赵叶白 所以你看这马就有点 盛装武部那意思啊 传说中它是汉血宝马 可他画的这马有点胖 有点画胖了 据说啊 这个晚清的时候 赵叶白是从清宫流出来的 都不用据说是肯定的 画卷上留有宫亲王的章 那么就说呢 他肯定跟宫亲王有关 后来呢 归过朴如啊 朴馨渝 朴馨渝有鉴定书画藏印 在上面盖着呢 证明他留下了一个痕迹 过去啊 有名的人 牛的人 获得国宝级的绘画 都在上面盖一个 自个儿的小章 表明这东西经过我手 那么二十世纪书呢 宫亲王的这个孙子啊 就是为了这个复辟啊 四处筹措基金 就开始想变卖宫亲王 这个王府中这些奇珍异宝 赵叶白就随之浮出水面 你们知道啊 有个非常有名的中国陶瓷 收藏大家全世界排第一的 叫戴维德 打维德 打维德基金会所藏的 大英博物馆里的瓷器啊 看一见眼睛一亮 看一见眼睛一亮 按照现在的话说 就把你亮瞎了啊 他立刻就委托上海的古董商人啊 这个叶书仲呢 就去求购啊 几经周折 就把这个画就卖给了叶书仲 张伯居就听了这事就很着急 当时他的回忆录就说啊 说他这个画太重要了啊 说千万不能出境 说怎么办呢 张伯居先生就是拼命的想办法 想办法也没有用 没钱想什么办法都没用 最后呢 这赵叶白图呢 还是卖给了戴维德 刘诗海外 几经周折以后啊 其实在1977年呢 才由这个狄龙基金会 把这个画呢 捐给了大都会 收藏至今 那你算起来 1977年到现在才40年 那么赵叶白你去看啊 你今天看到这个画上 一看就是光流溜入一屁股啊 跟咱人的屁股似的 他没有尾巴 那没问尾巴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这马叫赵叶白 他就是一白马 如果他是一黑尾巴 他在黑叶里 他就看不见了 估计就是这么回事 大都会博物馆呢 这个 他自己说啊 他拥有第一件藏品 以前就有这样一个观点 他说什么呢 他说艺术呢 可以使所有接触 他的人上进 确实是这样 可以促进啊 每一个人的信念提升 就能提升你的信念 可以帮助工业和制造业进步 可以使人呢 向善 这些理念是因为有博物馆 你看他说的多好啊 这是一个基本社会道德的一个前提 所以他的馆长啊 他馆长叫托马斯说 他说我认为 大都会博物馆是一个百科全数式的博物馆 他出色的展品质量和展品的多样性 使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博物馆 我觉得这个话真是说的非常全面 他不仅仅是一个百科全数式的博物馆 他更多的是一个世界性的博物馆 我们国家就缺这种世界性的博物馆 我自己啊 每次去大都会博物馆 都是带着问题去 因为我有很多问题解不开嘛 所以我每一次去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都帮助 我去大都会博物馆